此时此刻安详地睡在黑哥的胸前 不出意外的话 他的天灵盖又被打开了 这对部落人来说 简直就是舌尖上的美食 但这里的水资源却让人无法接受 你知道这样的饮用水是怎么来的吗 此处位于坦桑尼亚的哈扎部落 纪录片的主人公桑尼初次来到这里 此时部落几爷子正在烤火吹牛皮 他们谈笑风生无生活压力 看到外人的到来 黑哥将猴哥过来做一顿介绍 此时的猴哥走得很安详 黑哥赶紧给桑尼戴上部落的帽子 然后让他抱着猴哥合照 猴哥拍完合照就要进他们的肠位了 经过简单粗暴的打理 不一会黑哥拿着猴哥就开吃了 他们吃得非常香甜可口 也不知道有没有熟透 这脏变鸽连猴哥的天灵盖都不放过 如果是你们 你们敢吃这样的肉食吗 除了肉食外 他们还吃一种叫做猴面包树的植物 这养活不少非洲人 他们的生活每天就是吃吃喝喝 男人下午只需要做破伤风弓箭 或者从植物中提取有毒的毒液 然后给猎物造成致命打击 烤烤猴哥做的烧烤家餐 妇女则只需要坐在部落煮点食物 吃点下午茶 晚上部落一起吃个晚餐 畅谈明天吃点什么 累了就睡在草棚里面 众所周知 非洲最宝贵的就是水资源 当河流完全干涸时 就会发生极端干旱 沙河床在干旱期间 蓄水拯救哈渣比 从上面看 河床比周围环境还要干脏 这是因为顶层的水已经蒸发了 然而更深的沙层保留了大量的水 多达30%的沙滩油水组成 因为水不能向下流动 底部总是有一层不透水的岩石层 他们会将沙子挖出来取水 然后这样就能喝上看起来 很脏的蓄命水了 这个部落十万年以来 一直保持原始的生活 他们只依靠打猎卫生 完全就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但这样的生活很简单 睁眼后只需要考虑 今天吃什么就行了 很多人嫌弃他们的生活环境 但也许他们的幸福感更高 你能接受这样的生活吗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